全世界的美食都在你的冰箱里面 只是你真心不知道 我们的节目是由珍稀冰淇淋冠名播出 珍稀冰淇淋细腻油品味冰箱 应常备 顺滑又美味吃了都得醉 欢迎各位来到 拜托了 牙什么牙 牙什么牙 快点来啊 欢迎各位来到 拜托了 冰箱 牙 好我们今天要拍张老师的冰箱 现在正在和茉莉发茶的男人 哈哈哈哈 对因为你们这块的 喝的何老师你们准备的 其实都是适合年轻人喝的饮料 你是只珍惜冰淇淋还是只果粒奶油 只要是有一颗年轻的心 无论是珍惜 还是果粒 oh my god 什么是让你一点都热血沸腾 一点都不用 对 哈哈哈 何老师您看 哎呦还好我感动万分 您pose 期待了吗 啊 哈哈哈给他 给我 哈哈哈 知道 对 加尔自己出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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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的好笑 不过哎 确实现在的张绍刚跟以前大家印象 当张绍刚感觉很不一样 我其实还蛮好奇张老师你的 就是着装 因为网上有一个新的给他一个新的 称呼叫 lady 杠杠 哈哈哈 因为他的衣服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花 花俏 不拎不拎的成分 我好奇是自己的选择还是有设计师在帮您做这个方面的一些规划 更多是自己的选择 大家发现我在生活里面老穿着红裤子绿裤子 造型老师就说说张老师你愿不愿尝试一些花的 我无所谓 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学校当老师的原因 因为周围全都是年轻的同学 所以你就会觉得尝试一些年轻的不丢人 造型方面花花的 现在主持的节目的类型也非常花 包括像关于张老师的新闻标题也很好笑 我们的冰箱家族的厨师们有带来一些问题 想问问张老师 什么问题 张老师我下面问的问题你也不要生气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 在非你莫属里边您失控了是什么情况 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作为一个节目大家看到的其实只是剪出来的片段 是 每个人都有决定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权利 那你没有任何理由追在别人机后面来解释 任何的东西 因为啊有些东西看到的我觉得也不是真正 现在节目是需要收视率的收视率怎么来 是需要话题来 那谁是黑点和草点 这就可以帮助一个节目操作 你比如说拜托的冰箱我上完了 我这仨冰箱那有可能上完节目 就会有人说了哎曹云金 你看他有仨冰箱 这多有钱啊 而且你知道金子连标题我都想好了 对啊 美食节目 曹云金仍然炫飞 你怎么这么好啊啊 你是牺牲自己在照亮我 不是因为 好 掌声 谢谢 就应该把你那五个冰箱都搬来 哈哈哈 地方不够你摆的 我们就上你们家路去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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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问题上我